好 那個大家好 我是阿貴的安邦 很高興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阿財其實有給了一個題目 一個問題 就是過了五年 阿貴維修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有什麼一樣 對我來說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老了五歲 從一開始的狀態 維持本來的焦慮 然後維持本來的不確定 然後有很多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沒有什麼資源 然後一樣想做很多事情 然後差別就是你在這邊走了越多 走了越久 然後認識了更多的農民 然後知道了更多農業裡面的問題 然後你就會想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一樣在缺乏資源的狀況之下 每天都在煩惱說 那我到底應該要把時間花在哪一件事情上面 那這個過程我就希望等一下 可以透過這個小時的分享 來跟大家講一下 從我們一開始從社群出發 然後一開始只是想說 我不是農業背景出身 我是傳播背景出身的 所以跟一群資訊人 然後跑到農業這邊 然後覺得認識了農民 然後他帶著問題來 然後我們一起想說 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來做做看 然後一路進來這裡面 然後看到農業越來越多的這個狀況 然後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這些過程 然後或許就透過今天這個分享 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今天下了一個大標 就是農民要的是答案不是數據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 應該說是這五年來 我們前陣子才做了一個 使用者的調查訪探 就是找一些 真的有在使用這個系統的人 然後來問他說 這過程裡面你使用的經驗是什麼 那他們給我們的這個回應 大概都可以放在這樣的一個主題之下 就是你不要再給我那麼多數據了 我不會去看 那你告訴我答案就好了 你告訴我現在到底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你告訴我這個數據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那剩下的 你最好是可以幫我做到自動化 我都不用去現場 那其他的事情就是 最好你都幫我搞定 那你不要再給我很多 我們一開始想像的會是說 我們這個農業資料分析 智慧農業 當然要從數據搜集開始 那我們搜集的數據提供了工具給你 那照理來說 大家你就會用帶著自己的問題 然後來去看數據 來去分析數據 來去尋找答案 但是我們發現可能 至少就我們目前的實際上使用者 可能有九成五以上都不是這樣子 有少數的人 他會很明確的知道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他會去研究數據 會去找答案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 希望我們可以真的幫他完成這個 整個探索的流程 然後告訴他正確答案是什麼 然後再把它系統化變成工具 然後讓他可以被動在家被通知 然後再去做一些事情 這是他們期望的 那我不知道前兩天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在臉書上面有的這個 就是他把從我記得是1890年 還18多少年以來的 每年的這個氣溫的資料就畫 就把它畫出來這樣 沒關係 好 他就會 他就用這個視覺化的方式 來把它畫出來 然後讓我們看到說 從這個1890年一路到現在2020年 2022年他的氣溫 他其實是快速的增加的 快速的提高的 沒關係 就是這個圖 謝謝你 好 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我們當初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開始只是抱著說 這個農業很有趣 沒有接觸過 來試試看 但是後面真的接觸到農民的時候 你就發現 哇 農業現在真的放到蠻大的問題 就是氣候變遷 那氣候變遷 他過去的這個經驗 可能不再適用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很需要一些新的方法 來去告訴他們怎麼樣去調整 其實很多農民他們都告訴我說 過去眾人20年都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但是現在他需要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到底應該怎麼樣去調整 我才可以穩定我的品質 穩定我的產量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圖裡面 我們看到的這個氣候變遷是全球暖化 就是溫度穩定的在慢慢的變高 那這件事情對農業的影響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很清楚 就是當溫度逐漸的變高 那整個作物的生長期它會變快 那當作物的生長期 生長期成變快的時候 很多農物的決策就會相應的 不再過去習慣的這個時間發生 譬如說我今天本來是水稻插秧之後 45天要下歲肥 但是今天因為生長期變快了 所以它的運稅期提早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能在45天的時候 下午應該要提早5天提早10天 那這個時候如果大家還是習慣 用本來的用天數來算的話 如果我們有看過農改廠的這個 操作栽培手冊的話 其實因為全台灣都要看嘛 所以大概都還是把它標準化成天數 我哪一天播種10天之後做什麼 20天之後做什麼事情 但是如果你完全用天數來算 而不去看實際上當地的環境 跟生長期的對應的話 那你的這些農物行為 就會沒有辦法搭上 這個作物真實的生長狀況 那當全球氣候濃化這件事情 持續發生的時候 生長期一直不斷的在改變 那大家要怎麼樣去調整 根據當地的狀況 來去調整它的各個農物史 就是農物介入的時間點 那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全球氣候濃化 我幫你按下一道嗎 好啊 好啊 沒有動 他沒有動了 你再按一次那個大門 出現了 出現了 這是你按的是不是 有了 你再按一下好了 不見了 那這樣呢 有了 好 那 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除了全球濃化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不可預測性提高了 那這邊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在2021年的年初的時候 水到線管沒有下雨 大家都覺得說 哇怎麼會這樣子世界要毀滅了 然後到六七月的時候 雨中一下下雨大家開心 結果他就沒有再停了 然後一路下雨下到七八月這樣子 那當時就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個葉菜大家買菜突然變得很貴 那大家實際上在 今年的 今年是芒果 它減產嘛 所以芒果的價格也變貴了 那從幾年前開始荔枝 變得有夠貴 一公斤兩百塊吃不起來 所以其實很多這樣子一個 因為極端氣候的關係 然後對農業造成的影響 然後其實都現在都正在發生 那我覺得在2021年的時候 我最大的驚訝的一點 就是我們出現了 當時雨量超過兩百mm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我們來說嚇壞了 就是連風啟民都覺得不可能 然後因為我們有當地氣候預報的服務 所以農民看到氣候預報說 幾月幾號下午兩點會有 食雨量超過兩百mm 他們就是打電話來客訴 你這一定是壞了 怎麼可能 結果當時還真的 那一個小時就下了超過兩百mm 那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不正常的這種暴雨的狀況 所以其實這樣子一個極端氣候 然後大家也慢慢見怪不怪了 那這樣子一個氣候的 就是極端氣候的出現 這種不穩定性 一方面是 大家可能會需要一些更及時的知道說 天裡面馬上要發生 或者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趕快的進去介入去解決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另外一個會造成的影響就是 整個供需鏈它會亂掉 當我們做了 我們用了十種作物來去算了 未來五十年它的產量的影響 用未來五十年氣候推估 來去看這些作物 在這樣子一個氣候條件下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發現其實並不是說 所有的作物都會有不好的影響 有些時候 它的在某一年的氣候 它的產量可能會增加 但是麻煩的是 它在隔年可能就往下掉了40% 所以在氣候的這個變遷 你無法確定的狀況之下 其實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是 供銷鏈的不穩定 我一年有 一年沒有 我的整個供應鏈 它可能就會需要一些新的方式 來去因應它 這個都是我們看到這些氣候變遷 會造成的影響 然後也是為什麼我會那麼焦慮 覺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應該要做 但是我們人又不多 我們現在八個人 然後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就要去做很有效的 這個資源的分配跟利用 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做到 很有效的資源跟分配跟利用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智慧農業的分析到底應該往哪裡走 所以就開始不斷的去嘗試 然後不斷去失敗 有些時候我們做了一個覺得很酷很讚的東西 但是找不到人買單 就是沒有 你覺得很炫 但是並不代表別人會想要花錢 來跟你買這個東西 然後到最後就是 只是我們自己覺得很爽 然後我們還是要發薪水 畢竟是一個公司 之後還是得找一些 有人會願意買單的東西來做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在這種權衡 在這個權衡之下去想說 我們下一步到底要往哪裡走 所以這個焦慮是從五年前 一直持續到現在 持續在做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這邊先給大家一個overview 就是我們基本上 一開始投入農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背景 我是傳播背景的 然後我們公司有一半是資訊背景的 然後也有農業背景的人 一開始就是做資料分析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資料分析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應該可以在農業裡面 做一些有趣的事吧 然後到農業裡面發現 哇塞 沒什麼資料可以用 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拿來做分析 就是那個巧富難為烏迷之吹 那怎麼辦呢 那就只好自己開始弄感測器 然後從環境數據的資料蒐集開始 然後到作物的生長資訊 然後到農物 農民的農物行為等等的資料 慢慢的蒐集 其實我們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缺乏正確答案 就是我們想要做很多資料分析 但是我們都沒有正確答案 也就是說很多人跟我們講說 我希望可以做病重害預測 但是沒有病重害爆發的資料 很多人跟我講說 我希望可以做產量的預測 但是沒有當地的歷史產量資料 我們只有一個縣市級的 不是很準確 不確定它的準確度的一個縣市級的產量資料 但是我就不知道你這一塊裡面 你到底是分了多少塊 每個人的跟蹤模式都不一樣 那我怎麼樣去幫你做出一個 產量的預測的模型 如果說你自己也沒有記錄的話 我真的是什麼分析都沒辦法做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過了五年之後 其實累積了蠻多的資料 尤其是環境數據資料 但是最缺的就是正確答案 那這一塊就是其實接下來會 非常非常需要努力的空間 無論是我們或者社群的大家 就是怎麼樣讓這樣子一個 資料的累積可以更快 那你如果是希望使用者主動 來去提供資料出來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 為什麼他要提供給你 那這中間他可以 我今天我提供了以後 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機制的想像跟設計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一起來想 譬如說我們看到那個之前發票怪獸 發票怪獸大家會主動願意把自己的發票 把自己的消費資訊上傳 是因為他在裡面可能可以對講 然後可能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遊戲化的設計 所以他們會願意主動提供資料出來 那我們能夠設計出什麼樣的機制 然後讓大家願意把它的種植的資料 或者把它的產量資料 把它的病床和調查資料 來去做 來去有意識的做正確的記錄 然後把它提供出來 然後我們又能夠回饋什麼樣的服務 讓他們去說 我提供這個資料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大家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做 沒有答案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來想想看 這件事該怎麼做 好 那硬體過來了以後 我們就是做軟體 那個軟體就是這些數據 怎麼樣讓農民去即時的看到去做使用 歷史數據的資料 然後每個月會有月報 然後每個起座結束了以後 我們會產出起座報告 這個起座報告是他們可以拿來丟給消費者看的 把它的環境數據 把它的農物紀錄把它縮時攝影都結合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一些工具 一個軟體的平台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的是資料分析的部分 資料分析的部分就是大量的客製化 因為每一個座物它碰到的問題都不一樣 每一個座物裡面還有不同的品種 不同品種碰到的問題可能不一樣 每一個不同的品種裡面還有不同的農物方式 所以他們栽培方式不一樣 那它碰到的問題不一樣 每一個農民有不一樣的理念跟堅持 這個時候他們真的就 往下細分的問題有夠多 都不一樣 跑來找我們 我們會提供它一套資料收集 跟資料應用的方案說 你可以試著用我們的工具去做做看 他們就說沒有辦法 我希望你們可以用我們做完 所以後面就要去做一些後面的資料分析 所以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很多案例都是 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問題出現 然後我們根據這樣的問題 然後來去做資料分析 然後去思考可能的資料應用的方式 那就從我們的硬體開始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很快的帶過 我們現在提供的硬體有一個 在地的氣象站 有土壤感測器 有縮時攝影機 基本上都是在戶外使用的 這樣子一個現在的 我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土壤三合一感測器來舉例 它是長成這樣子 這是現在的樣子 這是我們的第六代 它是開蓋式的 天線坐在外面 有一個防水盒 太陽能板搭配充電的鋰電池 這個是我們的土壤感測器六代的樣子 但是它不是一開始就長這樣子的 我們一開始在G0V的這個專案裡面 我們做出了第一支的土壤感測器 它長這樣 那時候我們覺得 超酷 超讚 看起來很土炮 我最喜歡土炮的東西 做完了以後 就發現 它真的可以回傳資料 我們都很興奮 但是一個禮拜後就死掉 問題在於什麼 就是我們想像中 它已經做好了防水了 然後用一個水管這樣子 它這邊可以接觸到土壤 可以接觸到水 結果插到土裡面 水氣就從中間跑上去 這邊都是水蒸氣 所以它的耐厚性 它的防水性其實都不好 所以裡面的這些主板 一開始都手汗這樣子 自己去接線 這個主板很快就有問題了 裡面本來是裝了一顆電池 然後發現它也是撐個幾天 就沒電了 太陽燈板 弄了一個小小一片 發現它的發電效率 完全沒辦法支撐電池 所以一開始就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感測元件很便宜 兩百塊就可以買到一個感測元件 現在大家都可以買到很便宜的感測元件 但是就是明明就是一樣的環境 它這一筆跟下一筆差有多 漂來漂去 你這個資料你拿過來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做後面的數據應用 所以就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第二代 我們開始去用了防水盒 然後用了大太陽能板 用了三顆的充電鋰電池 然後來去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然後一路走到2021年 我們去跟上市櫃的這個公司 來去做硬體的合作開發 然後終於進入小規模的量產 然後把整個量率 然後把當時其實做了很多的調整 因為當時是希望說 農民可以更方便的去做開關設備 然後去做電池的維護 所以我們就把外面的這個蓋子 變成是開蓋式的 本來是四個螺絲鎖起來 它的防水性很好 但是你要打開你就要把螺絲轉開 在六代的時候 我們把它轉成開蓋式的 就希望說打開 然後就可以去換電池充電 重新開關機 那的確是整個安裝跟維護上面都 都變得很快速 反應也不錯 但是就會出現沒有蓋好 然後或者說 就是你會沒有辦法 沒辦法確認到底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原因 但是它裡面卻進水了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 今年要推出七代 又把它做回去四個螺絲 因為實在是它這個問題 你無法掌握 無法究責的問題太多了 但是你為了要強調 這個它的穩定性 然後它可以用得很久 然後為了要強化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回頭把它做成是 螺絲的方式 只是可能讓它更好的開關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 這一路在硬體上面 我們花了蠻多的時間 因為畢竟 這樣子也感受你坐在戶外 戶外它就有很多很多網路的問題 電力的問題 耐後性的問題 都是需要去解決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但是也是一個 蠻辛苦的 折衝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幾個 在這個硬體開發的過程 其實有幾個堅持 或者說幾個標準 就是它數據是可信的 然後它的運作要是穩定的 它的維護 它是簡單的 然後它的價格是合理的 因為農民真的是一個 跟我們一般日常3C的使用者 很不一樣的一個群體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 我們真的沒有預料到會出現 我們最近碰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密碼設定的問題 為了資安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需要 把密碼做得複雜一點 但是農民就說 不要啦給我4個0 他說不行啦 這樣子太危險了 所以這邊你就要有很多折衝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修正 怎麼樣去調整 所以這是我們碰到的一些 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當然就會 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知道 自己對產品的想法是對的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關鍵 而且直接的指標 對我們來說 這是有人願意花錢給你買 我覺得從社群的活動 然後到走到我們說 企業化的精英 其實一開始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當時在社群的時候有很多期待 我們在成果發表的時候 很多人來看了以後告訴我們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做得很好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繼續做下去 但是當時大家都有別的工作 我還在唸書啊 然後旭豐我們工程師 旭豐正在別的公司上班 就是大家都在別的地方做事情 所以你要 大家對你有期待 你要再花時間去把這個東西做得更好 花更多的時間來更快推進的時候 其實就會碰到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想要帶來一些改變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 想要做到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 你得把它變成你工作的一部分 你才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 然後去創造真正的改變 所以當時我們選擇了 好 那我們就來去 把它當做人生的職業來去做 當然當你做這個決定的同時 你就必須要賺錢養活你的團隊的所有人 你就會有收入的考量 就會有資源的考量 你的東西就不能夠是燒乾免費提供了 你就要思考到到底有誰會願意花錢 使用你的硬體 使用你的軟體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但是最終都是丟到市場上給使用者說 我有這個東西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收到的大多數的回饋都是讚 這個東西一個月三百塊好不好 不要 這代表這個東西不夠好 沒有解決到他們真正覺得痛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東西他們可能就覺得 他可能就跟你回饋說 這東西不錯 但是就是有很好 沒有的話也沒差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某件事情的話 一個月一千我都跟你買 你就知道說 有一些真正農民在意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從這邊開始 你就會知道有很多事情是 應該要做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然後在這個硬體到軟體這個流程裡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過程跟故事 就是你一開始我們只有三個感測器 十個感測器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每天 我們一開始的方式是這樣 每天我早上醒來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平台看一下 每一支感測器有沒有正常在運作 但是時不時去看一下 但是當你的感測器變成三十支 一百支的時候 你的客戶變成三個五個十個二十個的時候 你就要聘一個人 每天去尋這些數據有沒有在正常運作 但這件事不太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套系統化的方式 自動化的方式來告訴我們 去巡邏每一支設備 他的運作的狀況 他的是不是正常 他的電量是不是正常 什麼時候我應該要提醒我的使用者說 快沒電了你應該要去做維修 那他沒有收到訊號的可能性有很多 可能是如果是Laura的話可能是訊號不好 他可能是距離不對 他可能是模組壞掉了 那你怎麼樣去幫助他判斷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這樣一個巡邏的機器人 然後巡邏機器人一開始只是我們看而已 變成我們去看巡邏機器人的結果 然後通知使用者 但是後來通知的成本也太高了 太累了我每天壓力很大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 然後就很焦慮 很害怕我今天又看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就要跟別人講 然後乾脆把它做到Line裡面 結合Line Notify去做 設備狀況通知的機器人 我本來以為這樣會減低我的壓力 結果也沒有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會看到很多訊息跳出來 大家就會直接在上面跟我問答 所以每天早上 我們的通知是早上八點 所以我大概在早上八點的時候 就會醒過來回訊息 這趕快就裝下去了 數據回來了 大家就會看到這些數據的圖表 有一些農民就來回饋來說 基本上我又不會一天到晚盯著你的儀表板看 其實我真的需要注意的時候 只有我作物可能會出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太熱了 突然含水率太低了 這個時候我才會需要去留意 跟去做什麼事情 你可不可以不要讓我一直去看 當作物出問題的時候 你再通知我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需求 去做Line通知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設定這些警示的預值 當突然含水率低於16% 他就在Line上面主動的告訴我 我就知道說現在是我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像我剛剛我的題目就是 農民要的其實是答案不是數據 我們也發現說 一開始想法很單純 就是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儀表板 大家可以看到數據 他們應該就可以看到 看到 就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 發現這個數據的意義 但是其實 氣溫34度土壤含水率16% 對於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土質 不同的種植方式來說 可能是具有代表的不同意義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後面就做的修正 就是除了你可以看到 這個儀表板的即時數據之外 你還必須要去把這些作物的生理 作物的逆境的標準 去建立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當使用者進來 他選擇他種植的作物 他其實就是帶入整套的標準 之後你只要知道說 他的氣溫走在一個合理值 我們給他的一個合適值內 他就沒有問題 他超過警示值 他就會跳出警示 低於警示值 他會跳出警示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把這個作物的知識 跟數據這一塊 跟資訊這一塊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剛剛阿財有提到 就是很多時候 數據的意義的判讀 還是需要專家 我覺得真的是在這一塊 走越久就越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你雖然有技術 你雖然有工具 但是很多時候 數據真正的價值 我覺得數據真正的價值 是掌握在第一線的使用者身上的 因為他們才知道最痛的問題是什麼 那數據詮釋跟分析的方法 這一塊的 其實是掌握在很多農業專家身上的 因為他們才知道怎麼樣去判讀這些數據 然後來去回應這些農民提出來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在智慧農業裡面 然後想要真的去發展出一些 可以解決問題的工具的方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非常希望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生態全存在 就是使用者 然後農業的專家 然後跟我們第一線的 跟我們這個資訊的 或技術的提供者 來一起去合作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當這個數據它超出這個警示的預值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這樣的一個警示的模式 來告訴你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譬如說土溫過高 接下來你到底應該要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農民也告訴我說 你不要只告訴我土溫過高或氣溫過高 你要告訴我該怎麼辦 你如果只是告訴我氣溫過高 我只會焦慮而已 但是我到底接下來我可以怎麼做 我們希望你也可以告訴我們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整合很多 這個農業專家的 跟這個作物相關的知識進來 然後就可以提供他們一些參考的建議 另外一個當你選擇作物會套進來的一個參數 就是生長期 就像我剛剛說的 環境的變化其實對生長期的影響很大 我們其實越做越覺得生長期 真的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應用 生長期的分析跟預測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因為很多農物的行為都跟生長期 作物的生長期息息息相關 你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事情 更麻煩的事情是 很多農物行為是在某一個生長期之前 你要看到 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是你看不到 譬如說運碎期 運碎 這個水稻它是不是已經開始運碎了 它要看的是作物的很下面的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能沒有辦法一眼 從它的外觀就看出來 這個時候如果你可以透過生長期的分析 去告訴你說 根據過去的這段時間的環境數據 一個禮拜之後它會進入運碎期 你就知道說 現在應該是某一些農物行為 是稅肥的重要時機了 所以很多農業應用的基礎 其實都在生長期的分析上 接下來就會是我們實際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剛那一塊就是我們提供給不同農民 大概都是用同一套的硬體跟同一套的軟體 這些工具再去做使用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要呼吸一下阿財剛剛說的 就是智慧農業的下一步就會從數據走到服務 這個跟我說的大家需要的是答案也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你怎麼樣把你的分析跟研究的結果 然後變成是一個應用的服務 然後來告訴他們答案 這個其實是我們發現很多使用者 他們希望可以獲得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來了 每一個人都帶著不同的問題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第一步能夠做的都是 針對他們的特殊性來去做客製化的分析跟客製化的應用 當碰到那麼多那麼多問題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要把資源跟經濟鎖定在哪一個問題 去發展一個系統化的解決方案 把它變成一個工具 就會是我們現在其實碰到的 我覺得我們經常在討論 甚至有不同意見的一個核心的點 你到底應該要發展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一樣沒有答案 但是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過去曾經就是這五年來 曾經做過的一些事情 然後或許大家聽完以後也可以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一個東西是特別有價值的 它應該能夠複製 它應該有別人有更多的需求 他們可能會是一個值得花更多時間 來去做的這樣子一個方案 其實每一個我覺得我們在碰到每一個問題 來去做客製化資料分析跟資料應用的時候 都像是在寫一篇論文 它都會牽涉到了問題的定義 因為大家不一定很清楚 它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很多人跑來找我們就說 問他說你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就會跟我說因為氣候變遷 所以我想要知道田裡面的數據 這件事情它真實的想法一定不是這樣 這件事超rough的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趕快去裝上去就好了 但他接下來要問的就是 我可能就會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知道 你現在有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他就會說有啊有啊 就是可能產量去年產量很好 今年產量就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 那時候你可以稍微確認一下 原來是跟產量不穩定有關係的 那你可能就可以再問 那是全區都是這樣嗎 那還是只是有幾區是這樣子的 他說大概有可能有 我這個農田三公頃裡面分成五區 然後有兩區特別嚴重 那可能是這樣 就這兩區的管理模式 他可能是跟這兩區的可能土壤啊 跟他素體的健康啊等等有關係 那他接下來就是在確認他的作物了以後 你才可以去往下去想說 那如果是文旦然後有兩區 那他可能是偏粘質的土壤 那他過去的操作模式是有機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到底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去做實驗的設計 來發現真的問題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透過一些文獻的蒐集 知道到底哪些環境數據 跟哪些條件是對文旦的生長的品質 跟產量是有關係的 那根據這些數據 這些是我分析上需要的數據 來去導入我們的設備 然後進行可能至少完整一點 一期最好是當然是最好是多期一點 但是農業很大一個問題就是 我收集一 round的資料我就要一年嘛 我文旦搞了一年我只有一 round的資料 那農業學術界裡面要三重複 我要在一樣的東西搞三個場域 然後再做三次的重複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實際上的問題解決上面 就非常非常難達成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收集一年 然後第二年來去做調整 第三年來去做優化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資料蒐集 跟資料分析 那最後才有可能去得出一個假設 透過第一年的資料蒐集 我們覺得有可能是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第二年我建議你做一個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再來看看結果怎麼樣 所以他每一次的這樣的一個流程 都像是一個學術研究 就像是在寫一篇這個塑班的論文 他其實非常非常要花時間 接下來就跟各位介紹幾個我們曾經做過的 我們也覺得很有趣的實際上的案例 第一個就是做產量的預測 產量預測其實很多人都有提過這樣的需求 但是真的覺得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呢 重要到他覺得他願意他想要花錢來去尋找解決方案的呢 是一個在雲林種馬鈴薯的 為什麼馬鈴薯特別需要產量的預測 因為他看不到 他完全不知道 在挖出來之前他都不知道今年的狀況 他除了自己種馬鈴薯之外 他也契作當地100公頃 所以今年的產量到底有多少 跟他的實際上的生存息息相關 我們就幫他做這個產量的分析 從一開始12月然後我們來看 根據過去的這個環境數據 跟這個做過的模型來看 他可能的他可能的產量的 一開始可能就是分析出來說 大概會落在15到30噸之間 然後隨著每週的資料進來 我們就可以去把新的數據帶過來 然後就說這樣子的話 你大概預估的產量 因為當年的2020年年底 等年初他的氣候很好 所以他就從20公噸25公噸一直往上看 就說今年好像整個產量會比往年還好很多 然後到最後就說 我覺得有可能會超過30公噸 他就覺得不太可能吧 會那麼好嗎 然後當時他最後實際上收回來 收回來好像是一年 我記得是32 就是每公頃32公噸的這樣子一個收獲量 然後我們就 他後來回報以後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感覺他收了很多 就跟他講說太好了 這樣子的話你今天收很多很好賺 然後他才跟我們講說 沒有他沒有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種植者 就是產量很好他要全收 所以他要付出去很多錢 他氣做了100公頃 他裡面只自己種了一小塊而已 但是其他的都是別人種出來的東西他得收 當往年 譬如說往年的平均的收獲量是每公頃25公噸 好了 他過去的這個供應鏈 他的通路 他可以消掉的大概是這個量 今年突然變成32公噸 每公頃多了7噸他要怎麼消掉 他總不能就說 不好意思 跟農民講說不好意思 這7噸我吃不下來 這樣的話以後其實很難合作 他得吃 吃下來以後他要怎麼樣去消 變成是他很大的這個 頭就會很痛了 所以為什麼 對一個大規模器做的一個農民 然後種馬鈴薯的人來說 產量預測很重要 因為當他可以提前知道 今年大概的產量的話 他可以提前去做這些銷售商的安排 那他後面他的壓力就會比較少 那他的能夠獲得的收入也會比較高 那這一年做出來以後 他接下來就跟我們簽了五年 說接下來五年我都要這個東西 那代表這件事情是有價值的 對他來說是有價值的 那另外一個案例就是透過遠端的灌溉 來去節省他的人力 就剛說省工栽培這一塊 台灣的缺工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我們現在碰到這個是在 汐止在坪林這邊種茶的 茶非常非常的耗人工 那很多時候灌溉這件事情 目前又不是在譬如說我們現在 下午兩三點我發現 或者中午我發現 這突然含水率太低了 那我要灌溉 我又不能在這個時候灌 因為這時候太熱了 我灌下去他那個熱氣冒起來 可能紅蜘蛛就跑出來 那你不能在這個時間灌 所以他等氣溫下來了以後 可能是當天的晚上 他再去灌溉 所以我們有一個來找我們 就是天然茶莊的蔡大哥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去 大家如果天然茶莊 你會查到一個 他有一個餐廳 然後他的滷肉飯很好吃 有得過獎的 然後還有把茶入雞湯 所以他的雞湯也很好喝 他可以去那邊吃飯 但是蔡大哥他 他一個人做超多事情 就是他既是餐廳裡面的主廚 他又種茶 他自己又做茶 然後要搞一個示範的自茶場 他還帶體驗 所以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這個時候他要去做灌溉管理的時候 其實神工對他來說就很重要 他過去的模式就是 我發現現在應該要灌溉了 所以他在當天 他的餐廳關門了以後 他就要再跑去晚上 再跑去他的茶園 他茶園在一個很陡的坡下面 我第一次去海華島 很陡 所以他就要在晚上摸黑 然後到他的茶園裡面去開觀看設備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就是很辛苦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說 能不能透過遠端的方式 然後讓他可以去減少這方面的loading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就去做了 去裝了電子閥 去裝了這個遠端控制的 這樣子的一套軟體工具 然後裝了土壤的感測器 實際上的操作方式就會是 當突然含水率低於一個 他設定的預值 比如說我剛剛說16% Line上面就會通知他 Line上面通知他了以後 他就知道說我今天應該要灌溉了 他也不用跑到現場 他就設定排程 今天晚上8點開始灌一個小時 用這樣的方式 他其實就可以去省掉 他就是節省過去 他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然後經常去尋田 然後三更半夜還要跑到田裡面 這樣一個狀況 來幫助他去減低他會需要花的勞力 這個是蔡大哥的一個狀況 當然也是有一些農民 他們就是告訴我說 不只是遠端 我希望今天可以直接連動自動控制 最好是我都不用去管他了 他缺水的時候 然後系統就自動幫我開水 他水夠的時候 系統就不要打開 那這個就是在花蓮瑞瑞的一個文旦園 我是花蓮人 所以每次當有花蓮的事情 我都很開心 耶 我可以回家了 所以很多人就問說 你現在工作以後多久回家一次 我就有點難抓 就是有工作我就可以回家 現在模式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文旦的大哥 他來找我們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清楚的帶著問題來 就是他家裡面這一塊田 3.6公頃種有機文旦 不好種 他本來是慣型然後轉用有機 連續幾年他的產量都上不來 而且他的規格品的比例上不來 因為有機的果樹實在是太難做了 他的外觀會不好看 並且管理就好很多很多的時間來去做 那這幾年他就 他先導入了自動控制的系統 所以在他的田裡面已經有自動灌溉的系統 有PLC然後去接這樣子 那只是現在的這個自動灌溉系統呢 是全區一起啟動的 就是我就設定說每天晚上2點 然後開開開開開到隔壁長6點 然後關掉 所以在他的從小果到大果期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來去做全區統一的灌溉 但他這樣做了兩年以後發現不行 因為3.6公頃裡面有一些區域 覺得灌太多了 他樹體不是很健康 感覺根系可能泡爛了 有一些地方 但他調整的水量有些地方好像又不夠 所以他勢必必需要針對不同區 來去做差異化的灌溉決策 所以我們就 我們的做法就是去把它田裡面分成10區 然後在10區裡面去各拆一次突然感測器 那接下來的模式去把這突然感測器的數據 去連結到他的PLC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各區的狀況 去設定他的灌溉的預值 然後跟停止的值 譬如說A區突然含水率低於16%的時候 他就灌溉灌到18% 所以他就每15分鐘檢查一次 當他是在16%以下 他就灌溉 不是灌到18% 他就是抓一個16%的這個預值 所以就是當他感測到低於16% 他就開15分鐘 15分鐘以後再檢查一次 如果還是低於16%再開15分鐘 直到他滿足這個需求位置 用這樣的方式去更有效的去把每一個樹體 都控制在他最舒服的一個環境之下 這件事情其實很困難 我覺得我們後來發現 你從數據到實際上田間的操作 真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gap存在 你真的不在裡面的話你不會發現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感測器裝在田裡面 有很多很多不可控性 土壤的結構會影響到土壤含水率的變化 你在安裝的時候的條件 你如果剛好碰到一個石頭 他也會影響到土壤含水率的這個表現的數值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去看了文獻 這個文獻告訴你 根據過去的這個實驗 土壤含水率到15%是查數的微凋點 所以15%以下你就一定要灌溉 這件事情並不是在每個地方都使用 你不能直接強硬的抓就是15% 因為在每個地方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這邊抓了很多不同的場域 他的土壤含水率的趨勢變化 你可以看出有非常非常大的差異 當像這樣子非常非常穩定 都在30%以上的這樣子一個模式 通常他是黏脂土比較多 黏脂土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他保水性很強 他降雨之後他上去也不會跑得很高 然後他很快的掉到土壤的保水 大概就30多% 但是在有些地方 譬如說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低會低到6% 高會高到27% 他降雨之後他的改變的幅度很高 通常都是沙子土壤的比例比較高 像這個苗圃的幫戶外實驗 他這個就更誇張了 他灌下去沒多久就直接掉到 大概10%的位置 他們是用戒指 所以今天你是用戒指栽培的話 戒指沒有什麼保水的能力 所以他就會呈現出這個樣子 所以一個絕對的數值去套用到 所有的場域裡面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很難做到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根據這個場域 他實際上突然含水率的表現來去判斷 這一區你應該要怎麼樣去抓你的灌溉的譽子 所以他就會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在文旦的這個案例裡面是 我們跟花蓋廠的研究員跟他 就一起來去看數據 然後來去討論說 我覺得這一區應該要放在什麼地方 接下來他再根據這樣的一個灌溉的譽子 去設定來去操作 然後他去觀察樹體的表現跟土壤的狀況 然後去想我覺得我A區好像可以再往下調1 我覺得我B區應該要往上調1 然後去找到最適合他這個田區的一套灌溉模式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來看的 他整個過程會是長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有一個神奇的 神奇小棒棒插到田裡面去了以後 好像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我都不用做事情 尤其說反而是我們帶入了一些資源 然後可以跟農民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大家來一起去看 怎麼樣去找到一個調整的更好的方式 實際上這個案例他的成果非常非常好 就是他省水的比例是97.5% 就是他在去年他用水用量是前一年的2.5%而已 到今年他覺得好像可以再少 所以他今天就試著這去 本來他是試著把這些玉子都調低 但是實際上灌溉量沒有變少 原因是太乾了 最近都沒有下雨有夠熱 所以他最近必須要 他的啟動的量次數就比較多 只是節水而已 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我們一開始想像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做智慧農業的想像 找了一些資料其實也在節水這一塊 但是我們發現對很多人來說 節水並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水不用錢 只有在一些我必須要抽地下水 我要用電 我要買水的這些人身上他的水 才會是一個重要的痛點 但是很多人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我可以幫你節水50% 對很多人來說覺得沒差 不用我超過也沒差 我朋友不用多花錢我保險 但是在這個案例裡面 他的產量在去年是增加20%的 就是他連續五年其實已經卡在一個地方 沒辦法上去 但是去年用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他的素體更健康 他的產量增加10% 他的規格品的比例過去五年大概是50%左右 在去年他到80% 他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成果 他整體的收益都有提高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使用方式 我可能就講快一點 譬如說其實透過歷史的資料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數據 這時候就跟開放資料很有關係 就是我們實際上在會使用到的資料 除了我們的感測器的資料之外 還有一些是當地的歷史資料 然後還有一些是這個可能 我記得我們之前還研究過了 產銷履歷給出來的資料 只是可以用的資料就會比較有限 然後我們還要去用到氣象預保的資料 所以當地的過去20年的歷史資料 其實我們可以拿他來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這是我之前在研究資料的時候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數據 我不知道大家看起來 我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三種顏色的線 第一個灰色的是空氣溫度 然後綠色的跟紅色的 都是土壤三合一感測到的土壤溫度 大家有看出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正常來說它不應該長這樣 為什麼呢 空氣溫度最低 土壤的溫度都比空氣溫度高 在我們的想像裡面 作物它是有緩衝作用的 在土裡面的溫度跟保水 它應該都要比外面還要 它的變化程度應該要更低 當你的土壤感測器差越多 它土越深 它的緩衝效果越強 它的含水率跟溫度 會呈現出越穩定的狀況 但是在這個場域裡面 卻出現了土壤溫度 它比氣溫波動的更劇烈的 這樣一個狀況 溫度更高 所以這代表 其實這個場域 有蠻大的問題需要解決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場域 在一個蠻高的高山上面 然後都是太陽直射 然後因為它種的座物 又是淺根系的 所以感測器的位置 是差在比較淺根系的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座物根系的地方 其實到夏天的時候 每天都在一個非常嚴苛的環境 45度C的土壤溫度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對它的座物的根系的生長來說 就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當你透過數據 你發現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跟它溝通一些解決的方式 無論它是覆蓋或者夜間灌溉 或者流草 它其實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去 幫它減緩現在碰到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還有過一些很有趣的案例 這個是在南澳中大豆的 那這個 這對兄弟是 現在我們也是變好朋友 那他們當時呢 就是在 我覺得是109跟110年 連續兩年他們的 我覺得109年好像是 一期大豆碰到梅雨 110年是二期大豆碰到颱風 那導致這兩期都完全沒有收穫 而且他們種的面積很大 26公頃 那這個時候它栽損 其實就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損失了 所以到了去年的時候他們就跑來問我們說 我到底應該怎麼去調整我的殘期 才可以避開這些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去找歷史的當地的歷史數據 然後來去看 到底在這個地方 在種植大豆這件事情上面 它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風險 那當我們可以把歷史的數據 去跟這些作物會出現的狀況的標準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大概可以看到它的風險點出現在什麼樣的時機點 那種植都是這樣子 譬如說大豆的話 結家期它要避開陰雨 它要避開梅雨 那它要接近採收的時候 它要避開颱風 它在播種期的時候它避開寒海 所以你大概都知道這些生長期 它應該要避開什麼 你也知道透過生長模型的分析 這個哪一天種下去 它大概會到哪一天長到哪一個生長期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評移 你就可以去找到 到底在什麼時間點它的種植風險會比較低 所以他來問我們說 它過去都是2月1號種 那它應該怎麼去調整 才可以降低它的風險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資料 我們去運算去套入模型裡面去看 發現如果2月1號種的話 它今年如果還是這個時間種的話 它的存活率大概只有20%而已 但是如果你往前移到1月1號的話 它存活率變成80% 所以他們就試試看 半信半疑做做看 他們就把它往前 我覺得他們好像調了15天還是20天 然後在去年1月的這個一起 他們就順利種出來 到現在也都種得順順利利的 那大家都會問我們效益 說到底農民導入的效益是什麼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就是零跟有 因為他們26公頃 每公頃平均 每公頃的這個平均的收穫量 大概是800到900公斤 然後每公斤的售價大概是500到100塊 就可以算零跟有 它的差異到底有多大 最後的話也跟大家講說 我們其實這段時間在做一些 滿有趣的嘗試 除了一個一個跟農民去互動 然後去找到這些解決方式之外 其實我們不斷就是思考說 在銷售上我們能夠幫助他們 去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一個可能的做法就是把這些 幫助農民把這些他的農務記錄 他當地的售食攝影環境數據 去跟通路去做串聯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 更認識這一個農場 然後透過可能預購的方式 或預售的方式來去 先跟他們去買這樣的東西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直接跟農夫買 有一個養一桌食物的計畫 然後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一開始做的是苗栗的月光米 然後現在就是瑞穗的那個文旦也有上去了 在這兩個計畫裡面 我們都有把我們的生長期的分析 縮食攝影然後農務記錄 就跟這個平台去做結合 大家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過去的種植方式 就是現在當我認養了這一塊 成為他的養父母之後 這個農民到底有沒有認真 在幫我照顧這塊田 他現在田裡面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讓大家看到 我們這兩年其實也 在做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比如說去找到一些企業的力量 然後來去幫助農民去做數位的轉型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找到了渣打銀行 然後去幫查農去導入這樣的設備 然後甚至我們去做了一個線上的志工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我們後來有開放 讓大家都可以去用 所以你們打APP 找到我們官網裡面的一篇文章裡面也有這樣子 我們列了十個任務 讓大家都可以去完成任務 譬如說去買一個在地的食材 用在地食材去做一道菜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告訴大家說 這些行為它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它的結碎 它的結碳 它的效果是什麼 我覺得是有趣的任務 這也是我們正在嘗試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從去年 去年跟客委會開始合作 我們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在做櫻花的預測 台灣這邊客委會他們也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做童花的預測 所以我們也 我們本來就在做作物模型 在做生長期的分析 我們就拿童花的資料 來去做童花的生長期分析 然後讓大家來 在這個平台裡面就可以看到說 在各個不同的區域 根據他們的環境數據 到底哪一天開始會開花 什麼時候會盛開 什麼時候開花去結束 用這樣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去安排自己的行程 所以這一套資料分析的模式 除了在這個 糧食作物之外 像這樣子的觀賞型的作物 還有樹 其實也有蠻多有趣的事情可以來做的 這個是我們持續在嘗試的部分 最後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也一直不斷在思考說 從社群出發 然後走到商業 我們要活下去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碰到這樣的難題 就是我們要存活 要活下去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也是 要考量這些資源的分配等等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非常希望 可以跟社群有更多的連結 但是到底該怎麼做 我跟旭豐經常討論 但是就很多時候都是想不到一個方法 到底該怎麼樣去做 但是因為譬如說資料開放共享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會需要使用者的同意 這資料基本上是他們的資料 我不可以在沒有經過同意的時候 就說大家一起來用吧 又不能這樣子 那我到底該怎麼去做 所以這次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很粗略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實際上經常碰到這樣子的難題 就是有一些農民 有時候不一定是農民 有些時候是一些環境保育的 他們會想要導入一些物聯網設備 然後來去做環境的監測 譬如說濕地的監測等等 然後這些環境跟濕地生態之間的關係 這是他們在意的 他可能跑來找我們 提出一個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很多時候像這個問題都太特殊化了 所以他會需要客製化的分析或軟體的開發 但是他們其實又沒有 譬如說像環境保育團體NGO 他們可能沒有充足的資源 來去做這樣一個客製化 來去支撐這樣一個客製化的開發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很有意義很想做 但是我們也只能用個人的閒暇時間 來去幫忙這件事情 整件事情的推進就會變得很慢 也是鬼慢慢在走 他就會變得很慢 有沒有一個可能性是 農民提出想要解決的問題 他需要這樣子一個分析跟開發 他沒有足夠的資源跟運算 有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把這樣子一個需求丟出來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群人都有意願投入 有意願的解決問題 有能力有技術 我們把這個問題丟出來說 有人有這樣子的問題他需要解決 當然我們會跟他講說 問他願不願意丟出來 他願意丟出來的話 你願不願意把資料共享出來 我們就讓大家拿到這些資料 然後讓大家一起去用這些資料 然後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然後用開放的方式去把這個成果分享出來 然後讓這個擁有問題的人 他可以更快的有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 甚至在這個社群裡面 他可能會變成是另外一個值得長期投入的議題 吸引更多人投入到這個議題裡面 然後來去做一些努力 就把他接過去去做 這是我們想像的一種可能的連結跟合作的模式 但是他很粗略到底該怎麼樣去做 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機制來去做 其實我也還不知道 但是這是其中的一個想像的方式 或許我丟出來讓大家一起去想想看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們就是可以接著去討論 超過一分鐘了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由Slido上有開一個提問表單 那你可以在Google搜尋SLIDO 搜尋Slido之後 然後他會有一個那個就是通關密語 就是一個code 你就輸入KUFA COODFA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問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手機搜尋Slido SLIDO 然後它是一個提問的平台 那你可以匿名提問 然後你要搜尋 它就在一個那個警號 它有一個密碼 你就打COODFA COODFA 那就可以到我們這個議程的提問頁面 那我這邊就一起問嘛 那反正那個安邦幫我繼續站在上面 對對對 那個剛剛有人有朋友說 想詢問阿龜對於貴公司的服務對象 在未來商業模式的考量跟發展 會希望設定什麼程度 或是什麼規模的農民 還是說你們就是已經主打說 未來就是要農民團體跟農企業 就是我講翻一百話來 就是說你們的客人會期待 接下來你們會聚焦在哪些客人身上 那其實也不一定要農民啊 會不會就是一直拿政府的補助清費 這也是一個商業模式 對那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過很多的討論 我覺得至今沒有結論 因為其實譬如說有一些人他是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從社群出發我們其實是鎖定 我們是很希望可以解決這些小農 因為小農在整個台灣的結構裡面還是大多數 我們很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小農的問題 但是就碰到很實際的難題就是 小農他們的資本就是小嘛 然後風險很高 所以他們其實不一定有這個經費 來去支撐來去做數位轉型 採購設備等等的 所以通常小農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勢必得找政府的資源 來去支持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的話我們的成本其實很高很累 因為每一個人就算他們找到資源進來做的話 可能就是什麼兩個設備的導入 然後需求很多 然後我們會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在他們身上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我們就會把我們自己搞得很累 我們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持續覺得很累 在這個產業鏈裡面真的有 真的有這個資源可以做到智慧農業的轉型的 其實會是大型的農企業 然後或者說是 對 產銷班 地方農會 政府單位 好 研究單位 他們其實是有這樣的資源去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在這兩個地方去拉扯 就是我們想要提供價格更低廉的服務 讓一般的農民也可以去使用 但是我們也要存活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是也會 也要去想說在這個農企業 這樣子一個比較大型的農業單位裡面 我們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其實就希望它會變成是一個 它會變成是一個螺旋 一個循環 就是透過這樣子一個模式 然後我們可以活下去 透過數量的需求的增加 我們的硬體的成本跟軟體的成本 它可以下降 當它下降以後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把整個售價 提供服務的成本下降以後 大家可以用更低廉的方式 來去取得這些服務 我們也可以想到更多方式 來去服務這些小農 然後最終使用或採用的人越來越多 提供資料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才帶動整體產業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答案 但是我覺得 現在實際上狀況會長成這樣子 那我們放過你 那我們輪流 第二題是跟阿財的講 跟阿財議程有關 他說 假設田間有大量作物監測照片 如何能將這些資料和開放資料庫 做病蟲害或是作物生長資料管理 好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現在遇到最困難的還是 其實就跟產銷履歷遇到問題一樣 每一個大合作社都有自動化包裝系統 但他終究還是要人去登打 他在產銷履歷登打說 他這一期作物伸展 他的產量多少收穫多少 或他什麼時候去噴藥 什麼時候去下肥 那所以就算你手機現在有1000張超棒超優質高解析度的照片 你終究還是要手動上傳嘛 你還是要打工 或是你還是要透過一個 比如說你傳到電腦裡面然後上傳 上傳你還要分類還要標註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這些影像的照片 還是要經過工人的勞動力 把它傳到電腦裡面這樣 那變成可能就是變成一個格式化的 比如說通常我們又會把它存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程式語言去做自動化呼叫 或是自動化的標籤 對 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上把照片傳到電腦裡面 然後這些格式你需要用程式語言 不論是你用R、Python等等的程式語言去處理它 賦予它每一張影像可能就給它一個tag標註這樣 然後再來才是做後續做一些比較細緻的資料分析 那我要問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就安邦那個你幫那個柚子啊 柚子農民你讓它增加產量 然後賺了更多錢 那這個費用可不可以cover你 幫他們輔導這樣一整個作物栽培劑的專案費用 可以 以文旦的話 對我們不需要知道細節那個數字 但是就是我們想知道的是 寧福島這個農民 做這樣一個季節的產量 產量提升了 那可不可以cover你 它付給你的錢 以文旦這一個專案的話 它一年回收的就超過這次專案的錢了 第一年就超過 因為它的效果很好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達成那麼好的效果 但是以他們來看的話 是第一年的收入是 的回收是遠遠超過他們投入的專案費用 好所以線上的朋友如果你是重柚子 剛剛你有看過 有仔細follow安邦的投影片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你們如果想要執行這樣的專案 你大概預期的規模 你要投入的成本跟你預計的收穫 大概就會是那個樣子 好那下一個問題我看一下喔 他說有人說 試期灌溉 喔這邊有一個 他也是問安邦的問題耶 試期灌溉 減少灌水量 會不會讓文旦甜度上升 這可能要問 我們要問大蟲 我不知道 這作物的問題 那安邦等一下幫我看 如果可以回答 就幫我們回答一下 然後如果有測量果樹 導入前導入後的糖度變化 也許是個很好的宣傳資料 好那因為這個是果樹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不熟 安邦你要不要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個機制上 機制的話真的要請大蟲哥來幫忙講 但是我這邊是有農民的回應啊 就是農民所有 農民所有 然後他說他今年想要透過 再降低灌水量 然後來去提高他的 提高他的他的甜度 這是農民今天的目標 對啊 這個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就是我們在果樹的栽培啊 很有趣 他灌水 有時候灌水施肥 跟環境的溫度都會影響到他的甜度 那他的關係並不像是 我們想的這麼直觀 就水越多越甜不一定嘛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他可能反而稀釋了他的那個 酸度跟甜度這樣 所以這部分就是真的是需要經驗 然後還有一些科學的文獻證實這樣 那好啊大頭沒有要 要不要分享一下 有一點好 那下午我們再來問 所以原則上這個問題是這樣 好那下一個是 我這個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在YT上有個朋友很專業 他說我們在做開放資料的應用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農業的資料 沒有系統性的匯整與建立 然後所以也沒有一個可調用的 程式接口與模型 所以就算我要使用農委會的開放資料 我還是得先把這些開放資料 先收集起來跟整理 我要自己整理過啦 然後而且戶外的農業資料收集 他會有不可用的資料問題 這句話我有點不太知道意思 但是總而言之他講的一個重點是 還是需要專家介入做監督式的歸類與模型修正 這我是蠻同意的啦 就說早期我們都覺得說 那我會做一個API出來我接 比如說我今天要看農業產區的產量 農業產區的環境溫度 我就接了就好 其實不是 因為我從農業產區去接假設 我就接氣候資料好了 能不能夠確確實實的反應我田裡面的狀況 大概還是要做一些修正啦 對 那這個就 這也是我們做資料應用走過的摔過的膠 所以希望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再來 這跟大家幫他工商一下 這個 他說改良廠年刊會有當地主要作物栽培環境的條件與收穫量的紀錄 然後農委會有產銷行情資訊 然後另外一個有一個農藥減量技術平台 作物管理技術查詢 這個平台也有 那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現在作物好像就是只有水稻荔枝跟 跟什麼茶吧 就是他的品項好像沒有完全 就是不是每一個品項都有 但是 這也是這個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常說 改良廠有很多資訊 但其實台灣的農業農民 真的百百種上千種 每個農民他想要種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不是每一個作物都一定政府那邊會有資料 對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那我就講好了 栗子地瓜好了 早期也沒人在種栗子地瓜 那也不是台灣的早期 我講早期也不是自己台灣主要的作物 但是因為農民種了消費者喜歡 產量起來了 那政府說好吧 那我農委會就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很多我們在做農業的開放資料 你會發現說我們一開始沒有資料 他不一定是 他那都是有脈絡啦 我們不能把這個沒有資料怪在誰那邊 而是說每個產業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在 我們像阿龜他們在服務業者時候 常會問到一個問題 就碰到一個瓶頸就是你連資料都沒有 變成他要從頭幫你先收集資料 那那個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對那如果對比科技業啦 如果今天這個Sensor是做工廠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開發一個Sensor我做一個系統 我全台灣假設1000家 我初估嘛我至少10家一定可以用 農業就不是這樣 農業沒有辦法設計一個很漂亮的SOP 然後讓大家都跟著做 剛剛幫你講嘛 農民田裡狀態不一樣 那假設我還遇到很好笑的 那種是比如說他的舔 看起來沒什麼狀況 可是他隔壁的齁 那個隔壁的灌溉水你知道嗎 他隔壁的就三不五十二 喜歡把草往那個 他的灌溉的水道丟 所以他的舔長的淹水 不是因為他低蛙 只是因為他隔壁的 隔壁的那個朋友常常 各種原因就把那個水道塞起來了 就是那個灌溉水的渠道塞起來 啊你們怎麼辦 不能怎麼辦啊 不能怎麼辦 可是你是業者 你就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啊 因為農民花錢請你了嘛 請你來做 那你就得去解決這種問題 所以人 我覺得台灣農業是很有趣啊 就是各種人的問題 到最後發現 呃不能用資通訊 或者是工業的那樣子的思維去經營農業 那個很多到最後會很辛苦啦 錢就這樣丟到水裡面 大概會是這種感覺 好我看一下 啊大家如果害羞的話 就是可以用slido提問 然後我這邊看一下說 呃 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當阿龜的夥伴需要什麼能力呢 需要那個 喜歡工作 好厭世喔 整個很厭世 我相信五年前你問他 他可能會性高采烈 只要你有熱情 我想辦法找五年前的畫面出來 真的耶 沒有我覺得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 超多討論的 就是在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 因為從不同角度 我是因為傳播的 所以我很在意使用者的回饋 然後跟資訊 跟農業 其實他想的都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會 一直討論 然後討論到有點整直這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會需要 有這種跨領域的溝通 所以當然你的領域的話 要很強嘛 你要不然就是資訊 你要不然就是農業這一塊 你可能要有一定的能力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會 如果說你已經很習慣 這種跨領域的溝通跟討論的話 我覺得在合作上面就會 很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工程師很喜歡 用寶可夢的名字 來幫我們的產品命名 我都現在已經太多了 我都記不得了 如果你很喜歡寶可夢 喜歡寶可夢可以去 應該很適合我 那這邊還有一個 關於作物產量預測 除了小農之外 會不會有一些盤商 大賣場便利商店 或者有大面積器座的公司 有預算願意跟你們合作開發 重點是他們有沒有可能 願意付費 我覺得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就沒有什麼 那個接觸的機會 有可能啦 有可能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那會需要再往下談 那我這邊回應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技術底的 跟實際跑業務的都會 有一個落差 就是說我們想像的是 這些採購 採購業者應該會買你們的服務 那 但他們的服務有一個前提是 他需要去根據你舊有 就你內部的資料 他才可以去幫你判斷說 你未來要做什麼決策 但是你要知道 假設 對於農民來說 我今天去找農民說 欸農民 來來來你跟我說 你去年產量收多少 那就等於是叫你把你的存責 賬付給人家看是一樣的道理 那都是很機敏性的資料的 那所以這我覺得 當然供應商也是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業內就知道 我們公司採購什麼東西 我是不會給我的競爭對手看 我也不會給我的上下有看到的 通常就是內部 所以你會看到大企業 在做資料分析 他就是從內部的人養起 他不會把自己的資料給別人看 那個太可分 那個風險太大了 所以原則上做資料分析 就是預測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 講瓶頸也是啦 就是說 很多大公司寧可他內部養人自己做 他大概很難會 願意把自己的資料 請外部的顧問公司來看 除非 這種唯一個例外就是 老闆對老闆 對這才是有可能 不然基本上合作都不會 有一點難啦 對大概會是這樣 那最後這邊有一個 請問資料搜集平台 及網路架設問題 還有使用設備是自己開發嗎 那有感測器有需要定期校正嗎 好 平台 旭逢你要不要趁這個機會來說說話 所以另外一個夥伴在這邊 這是技術長嗎 技術長嗎 技術長來露個面 剛好這個問題很適合你 大家好 不是很習慣露面 那個 關於就是資料搜尋的平台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自行開發 我們沒有利用開放 但是我們在過程中還是會去做一些資料的驗證 那關於網路架設 不知道是不是指現場的網路架設問題 那在現場網路呢 其實我們面臨一個比較大的挑戰是 大部分的農地網路都不太好 那我們也曾經過 比如說像屏林 它就是只有一格兩格 所以我們就是 現在主要還是靠4G在傳輸 那那個我們接下來第7代呢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用KM的技術 那之前我們是用Laura搭配4G的方式 在做資料傳輸 那之前我們在東市那邊也有一個暗場 因為它完全收不到訊號 它那邊就是因為沒有遊客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網路 最後是我們跟中華電信那邊就是 他們幫我們拉了一條就是線 就是頻寬沒有很大 但是拉線過去就是直接走 就是中華電信的ADSO過去 所以我們的確是會需要就是 在網路這一部分 但是每一個暗場的狀況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目前我們主要還是用4G為主 那接下來第7代我們會用KM 那KM的話就不需要再一個gateway 那之後使用者會更方便的是 他只拿到現場去然後打開 然後你基本上你手機收得到訊號的地方 就收得到 那我們當初也是有嘗試過 因為前一陣子用NVIOT 那我們有嘗試過使用NVIOT 但是NVIOT在台灣它是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它的優先權在4G上面是比較後面 所以我們之前在我們辦公室測試的時候 就是滿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只要樓下下班時間塞車 我們NVIOT就傳不出去 因為現在大家不管是導航或什麼 全部都是會用4G網路 那我們就不會拿到優先權 所以我們資料就會半個小時或是一個小時來上傳 那基本上我們的感測器是十分鐘就會傳輸一次資料 所以網路的確是在目前是每個暗場都是我們的挑戰 那使用的設備呢 我們部分是自己開發 那部分會就是買現有的軟體 不是現有的硬體 那剛剛安邦有說我們有跟一個上市櫃公司合作 然後去開發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硬體上的一些內容 就是規格由我們設計 然後跟他們合作開發之後 然後怎麼樣跟我們軟體平台這邊做間接 間接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自己開發的 那感測器定期矯正 這個部分就是會用手持式的設備 然後就是過一段時間之後去實際上去做矯正 那如果便宜太多 那我們就會直接更換感測器的那個感測元件 但是傳輸的部分其實是不需要更換 只要更換那個感測的元件就可以繼續使用 好 那這個是 好 我們謝謝補充 欸阿上更換要錢嗎 我也是很討厭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有保固 我們設備其實是有一個保固器 那如果在保固器之內 故障當然是我們會負責 但是如果使用了一段時間才故障的話 那當然就是會做收一些費用 好 謝謝 謝謝技術長 欸剛剛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他說 雙北地區的都市農耕計畫 有跟你們合作的案例嗎 這有問題 都市農耕計畫 我是不知道 對 我們在雙北這邊比較多的案例都是查 因為是重要的產業 重要的經濟產業 都市農耕 我不太確定 如果指的是比如五頂農業啊 這些的話 頂樓菜園這種 對 頂樓菜園這個 目前沒有 規模大概不夠大 對我覺得 我覺得 不太需要啦 歡迎啦如果 如果他們願意 就是跟你們採購也是歡迎 對 當然 乾爹乾媽都會 什麼都做都來 對我們都做 你家只有一瓶 想要趕車器也可以都做 有錢就可以 種花這樣子 種花也可以 好 那我們就鼓掌謝謝安邦好不好 因為時間差不多 那 我們其實